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大鹏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 陈小弟 你的理想是什么 炸鸡腿 对 我想天天都有炸鸡腿吃 你的意思是要做个美食家 不许笑 这有什么好笑的 美食家 对 我要做个美食家 很好 理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美食家也是美好的理想 小弟 你是怎样想到的 美味的鸡腿 天天都有炸鸡腿吃啊 牛杂店虽然倒闭了 我们还可以开新的店呢 对 我已经想好了 就开一间书店吧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 这个提议不错 我看好你哦 要我说 开家服装店最好 我赞成开服装店 举双手双脚支持 爸爸 妈妈 太奶奶 姐姐 我也有一个梦想 小弟也有梦想了 是什么梦想啊 那就是 开炸鸡店 不许开 牛杂店都倒闭了 不能再开食品店了 懂不懂懂不懂 真的不行吗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除非 除非 什么 太阳从西边出来 对不起 我说 不许再缠着我 这虎头抖不抖 那给我推打鸡翩 我都说了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太阳怎么会从西边出来吗 妈妈 你这本明是在刁难我吗 没错 我就是在刁难你 好吧老妈 你难不倒我的 你只要告诉我 西边是哪边就行了 那边 看到向日葵了吗 早上它背后的方向就是西边 只要太阳从那边出来了 就可以开炸鸡店了 对不对啊 对 一言为定啊 妈妈 快进去啊 来看西边盛起的太阳了 那真的是西边吗 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怎么做的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面镜子 不好意思 你这是骗人 懂不懂 是骗人 哪有西边出来的太阳啊 一个连被子都不叠的人 竟然一个人把镜子搬到那么远的地方 大鹏小方帮我的 他们说要帮我实现理想 你的钱从哪儿来的呀 我的鸭嘴钱绝美了 大鹏小方都能帮你实现理想 看来老爸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奶奶 大迪 你们说呢 000万 押忍 出品 失 advisor 跪你 我 反正 永费